你 什么情况 见家长 我当然知道我是家长 我是说 是没种见家长 就是一般的见家长 想什么呢 小宝 这位是 哥哥 哥哥 你好 叔叔 你好 叔叔 哥哥 我就沈果哥今年六岁了 白羊座选型A 家住新阳小区 爱好画画和跳舞 在班上担任文艺委员 我跟小宝一直玩得非常开心 他照顾我 帮助我 还会神奇的物理小魔法 我真的好喜欢跟他玩呀 我看 好了 既然在场没人反对的话 那我们就来交换 金医生 他们两个还是小朋友 千万别乱来啊 交换朋友卡 朋友卡 现在可以交换拥抱啦 现在可以交换拥抱啦 小宝 你真棒 来 小宝 狗哥 谢谢你 可以跟小宝当好朋友 你今天穿的这条小裙子 好漂亮啊 我好喜欢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 你们就可以去玩玩具了 他们俩的是 我给小宝做了一套交换卡 我给小宝做了一套交换卡 鼓励他用这种方式交朋友 这是为期一周的交换挑战 没想到他竟然成功了 对了 刚刚小宝是不是喊了狗狗的名字 对啊 他现在可以喊除妈妈之外 其他的了 嗯 他在遇到特殊情况 或者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会应用极简的表达 目前为止 我听到的上限是 五个字 那他跟我 为什么还是用卡片和鞋子板 那说明你还要继续加油了 我离职之后 就靠你了 爸比 加油 好 好了 我走了 我送你了 不用了 我会找时间回来收拾行李的 真铁了心要节约啊 我们的合约本来就是暂时性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合约都会结束 就算是解约了 我们也可以再重新补签一番 工作量跟工作时间按照你的需求来 另外 福利跟薪水都可以反备 我要解约不是因为钱的问题 是我职业规划的需求 好 如果你想有更高的职业追求 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专项的科研室 另外配备最好的专员 你放心地去做研究就好 谢谢啊 但这不是我最需要的 你也找机会跟小宝解释清楚 我也该结束这段荒唐的经历 去开始我自己的生活了 你觉得这段时间 很荒唐吗 你不要取决我的意思 你不要取决我的意思 过几天 就是小宝学校的亲子活动日了 我会陪她参加完这次活动 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的合约就彻底解除了 给 每次女生的女生 我也不会有事 对 都不做了 你怎么会有事 你怎么会有事 是太年轻的 那些早晨 我们笑得多傻 以为小孩就能 一起走很远啊 是个梦吧 静静相拥的人 如今在哪 天亮了 心的人泪如雨下 还得麻烦你们将就乔艳 到贺氏附近的餐厅 实在是不好意思 应该的 知道乔艳忙 年轻人就应该以事业为重 贺氏这几年多亏了乔艳 贺氏真是一年一个大台阶的发展啊 小薇也不错啊 年纪轻轻的 就是知名的设计师 她只是兴趣爱好 也是她的副业 将来还是要以家族视野为重的 大姑 林夫人 待会儿我还有一个会 要先走一步 你们慢慢吃 你先坐下 还有正事没说呢 乔艳 你和小薇年纪都不小了 应该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把婚给结了 结婚 乔艳啊 我们都知道 你一直想要先把贺氏经营好 但是跟小薇结婚 并不会影响你的计划啊 反而会帮到你 小薇那么能干的 大姑您应该很清楚 我是不会联姻的 乔艳 你很聪明 你应该知道 林贺两家联姻 你对贺氏来说 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我当然很清楚 但我不会为了生意 而出卖我自己 失陪了 我去一下 关于秦医生的资料 我要整理细看了一遍 有什么发现呢 我们查阅了秦医院 从小到大的所有经历 和社会关系 出生于普通公姓家庭 从小到大都很乖巧优秀 但您说有什么遗团 只有一点 秦医院大学的时候 本来立志当外科医生的 但后来却突然转去心理学 为什么 据她老师回忆说 是因为秦医院当时在车祸中 救一个小孩子 手受了伤 车祸 什么时间 跟小宝车祸同一天 什么地方 大概是在环山路 小宝的车祸也是在环山路 秦宇悦 有可能就是那个人 所以小宝才会对她 有特别的感觉 那秦宇悦 是不是知道车祸的真相了 妈咪 你妈咪不在 妈咪 都说了 妈咪不在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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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说点别的了吗 小宝 妈咪 小宝 小宝 妈咪今天来呢 是想陪你准备 亲子活动日的表演节目的 你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节目 想要跟同学和老师分享的 我来给小宝准备亲子活动日的表演节目 我 我知道你忙 你忙你的 我跟小宝排练的时候给你留个简单的位置 到时候你熟悉一下就好 我um 风而锥 月儿美 传儿遥遥飘想 何方 慢 长时光 又我陪 风而吹 夜外美 转而遥遥飘向河风满 长时光有我陪 水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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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周秘书 贾总约我明天当面聊一下手环的事情 这样 你把这件手环的所有资料 全部都发给我 您说的改进方案我会跟研发部的同事 再继续讨论 虽然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也不是不能实现 太好了 你们的样品一出来 咱们立马就可以签约 我现在就等你的好消息 没问题 那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还有别的安排 小总 刘伯 我方便问一下 您是因为什么事情改变得起你吗 也不是说突然改变心意 其实你们的手环 我一直非常感兴趣 只不过上次 上次 上次以悦 她不是故意的 不不不 你误会了 上次拒绝跟你们合作 和秦小姐一点关系都没有 主要是你和林小姐 在那里不断地说的什么数据 数据 数据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 你们对我 可能不至太了解 我做事 更看重的是 产品本身使用的感觉 而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数据 贾总 您说得对 那现在是因为 我今天 之所以能到这里来找你 也要感谢秦小姐 前天 秦小姐特意找到我 是她说服了我 穿成这样自己怎么会穿 还想再打一遍四郎吗 今天如果再发生什么意外 姨远 你怎么办 小宝 我已经提前把歌曲给你录到这里面了 你呢 就听听这里面的歌自己熟悉一下 明天妈咪就不能来陪你练习了 因为我要跟宁放哥哥提前去山庄布置一下场地 拿着 姨远 师兄你来了 小宝 师兄 你应该叫宁放哥哥 哥哥 小宝 乖啊 来 抱一下 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喜欢吗 拿着 去玩吧 心里收好了 还没有呢 剩下的 以后再说 是吗 舍不得 我只是舍不得小宝而已 陈生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手机呢 这周日啊 还记得大学的时候错过的那场演唱会吗 现在补你一场了 喂 林哥 忙吗 求你个事啊 还有谢明演唱会门票的购买渠道吗 喂 辛迪啊 有没有可能帮我弄两张 谢明演唱会贵贵的门票啊 风而吹 月而美 转而遥遥飘笑和风满 成时光有我陪 师兄 你来了 小宝 师兄 你应该叫您放哥哥 更好 我手机忘带了 你看见了吗 找一下吧 是 我的 我只是首歌小宝而已 不用太难过 你喜欢和乔嫣 本来是件很美好的事情 即便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 能过程终于收获的快乐吗 足够啊 你说得对 过程比起我更重要的 走吧